语言是一面镜子 映照出文化自信 历史沉淀和交流合作 当中国的发展成就 不断吸引世界的目光 世界也就更渴望了解 中国发展背后的文化优越性 而语言就搭起了这样一座桥 镜头前正在书写中文的人 名叫理查德西亚斯 他是国际上最早利用 现代科技手段 研究汉字资源的学者之一 被称为汉字叔叔 近日他接受了中心社东西问专访 我年轻的时候 我不是一个很有功的学生 我学了汉语的绘画 可是到40岁的时候 我才开始学汉字 然后我做了世界第一个 汉字来源的网站 理查德西亚斯用了20年的时间 整理甲骨文、经文、小传等字形 并放到网上 全球汉字学习者只要输入汉字 就可以查看相应的字形 为何学习汉字 为何要为汉字寻根 他称 一切都源于自己的兴趣 包子的包 它本来的意思就是恶有恶包、三有三包 然后它变成一个盼心的文件 然后变成一个重复的文件 然后变成一个包子的包 大部分的中国人 他们从小学汉字 是四级硬背的 如果你知道 每一个构建的相信来源 它的本乡本义 每一个汉字都是合理的 所以我要找到每一个汉字的故事 他在十年之内 扫描了四万八千个六书通的转体字 两万四千个经文编字体 三万一千个甲骨文编 在他看来 分析汉字的来源 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 在春节的时候 他们会放一个倒过来的符 在他们的门上 中国人有一个习惯 他们把这个符倒过来 这个是说这个符 这个酒或是里面的那个容器 是倒进去你的家 这是中国人的文化 在理朝的西尔斯看来 汉字不仅属于中国的 更是世界的 每个月有一百九十多个国家 可是一个月有一百多万个访问词 这个代表中文是全世界的 汉字不就是中国的 是全世界的文化的一部分 据国家汉办统计 截至2020年 全球七十多个国家 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四千多所国外大学 三万多所中小学 以及四点五万余所 华文学校和培训机构 开设了中文课程 很多的外国人 他们也想知道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经济 中国的科学 所以学汉语 学汉字 是越来越重要的 2020年12月 70岁的理朝的西尔斯 拿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有了这张卡 汉字叔叔计划长期居住在南京 今年9月 汉字叔叔工作室 在南京挂牌成立 我有两个太太 一个是科学 一个是汉字 我每天学汉字 我现在七十一岁 可是不管我活到多老 我还是要分享 汉字的详情来源的故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